中秋节呢就快要到了 首先祝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那么大家月饼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一家呢 就是一家非常老字号的糕饼铺 衣服堂 带大家领略古早风味 走进衣服堂 浓浓的老字号风味扑面而来 有一种小时候妈妈经常带去 逛糕饼铺的感觉 作为拥有70多年的台湾老字号 衣服堂已经扎根美国30多年 致力于将纯手工的经典味道 带给民众 除了有蛋黄酥 还有鸳鸯饼 太阳饼 老婆饼 等各式各样的传统糕饼 和新鲜面包 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需要 大家请看这么多好吃的月饼 我现在已经眼花缭烂了 那么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店铺负责人妹 现在我们就请妹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店铺的一些特色 衣服堂呢 最经典的就是家乡味 那家乡味呢 都是苏式月饼 就像这个卤肉绿豆碰呢 就是炒香的卤肉 跟那个新鲜的那个绿豆沙 下去包裹的 所以每尝一口口味的话 还有卤肉跟豆沙 绿豆相结合的味道 很香很好吃 就好像说吃了义无味境的感觉 那这个蛋黄酥 蛋黄酥呢 蛋黄酥呢也是苏式的 它最经典的呢 就是豆沙蛋黄酥 最原味的 它里面是整颗的咸鸭蛋黄 包裹的有豆沙 枣泥 莲蓉 绿茶 桂圆 五种口味 对 每一个口味都很经典 除了招牌的古早味苏式月饼之外 衣服堂还特别推出了广式大月饼礼盒 礼盒为四个庄 适合一家人分享食用 广式月饼不仅有豆沙 莲蓉 五仁 核桃枣泥等经典口味 更有台湾特色凤梨味 以及双蛋黄的美味组合 衣服堂坚持使用最优质的原料 核桃枣泥月饼采用纯正黑枣和红糖制作 枣香泥细 烘焙过的核桃 香余味醇 软硬适中 而豆沙内馅则采用手工挑选红豆 煮出松软的特殊口感 一般传统月饼口味会偏甜偏油 而衣服堂的月饼符合现代人 追求养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少油少糖 美味不减 像我们这个广式月饼呢 在我们衣服堂呢 所谓的广式月饼是比较属于香港式的 但是我们衣服堂的广式月饼呢 是比较偏向台式的 所以它比较少油少糖 所以吃的口感虽然没有那么油腻 但是也蛮好吃的 吃的不会想说太甜太油 对于健康还是比较有保障一点 那吃的没有负担 对于许多华人来说 赠松月饼是一种展现社交的重要方式 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口味呢 妹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鱼酥呢 是老外最喜欢吃的 因为他们攀阿婆攀阿婆 他们就是很喜欢这个攀阿婆 而且吃的又酸酸甜甜的 也不会说很甜也不会说很酸 所以他就蛮喜欢的 那属于这个广式月饼呢 他就比较喜欢这个核桃枣呢 就很奇怪 他们每个人老外来买的话 就是喜欢这个核桃枣 对 蛮多的都是喜欢这个口味 特别提醒观众的是 衣服堂的所有糕饼都是当日现做 不含任何防腐剂 因此买回家后记得及时享用 如果无法当天吃掉 就一定要放冰箱保存 以防影响口感 刚才呢 看了那么多种类的月饼 像我这样有选择恐惧症的观众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衣服堂呢 特别推出了DIY礼盒套装 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月饼种类呢 放在套装中 所以喜欢的观众不要错过哦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东四新闻美食任务 带您吃片各大美食餐厅 各大异国风味料理 品尝生活 吃出健康